阿神,你幹什麼? Sir,我在這裡散這個窗戶 你小心點,不要爬出窗戶的外面 很危險的,知不知道? 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 OK? Hello Kids,這是Uncle Wilson,松松哥哥 看完剛剛的片頭,又見到我後面的白板 你一定知道今天你串什麼字了 沒錯,我們就是要串window Speedy Spelling, Let's Go 好了,見到今天的白板上就有一對的窗 不知道剛剛小朋友有沒有留意到 Uncle Wilson 開窗的動作是怎樣呢? 是這樣的 為什麼Uncle Wilson要用這樣的手勢來開窗呢? 其實就是希望你們可以記得第一個英文字母 和最後的那個英文字母 嗯?嗯?嗯? 那這兩個是什麼英文字母呢? 我畫給你看啦 原來就是一個W 這樣去開窗 這邊也是 這樣去開窗 所以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W 而最後的英文字母也是W 等等先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字,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至於W中間的英文字母,怎麼辦呢? 記不記得Uncle Wilson的工人姐姐,阿神 她說了什麼呢? no… trovin… no… 2 specially oka… dat… affection呢? 通通都不是這些 其實是in… du in… du 為什麼工人姐姐,阿神會說indu呀? 因為我們要記得打開窗呢 我們記得要注意安全 不要把身體走去窗的外面 這樣就會很危險的 所以記得要在房屋的入面 in 去做這件事 do 所以 in do in do Uncle Wilson in do 好像印度一樣 難道你的工人姐姐阿神 是來自印度的 好學從你這個問題 人數是一個巧合 如果可以幫到你的window 中間是in do 印度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記 我們先把in do寫下 首先 in 即是入面 就是in 至於do 怎樣穿呢 d o do do 別人的介紹是這樣的 past tense past tense 所以window 我們記得Uncle Wilson 這樣去開窗 我們就會記得第一個英文字母 和最後的英文字母是w 然後Uncle Wilson的工人姐姐阿神 就告訴我們要in do in do 所以就是w i n d o w 是w w